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拈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雪 第169集 木木那一头苍茫的白发 始终是那样的抢眼 不管站在哪里 都能够让人第一眼看到 看到那头白发的第一眼 凤九儿的心 还是不可避免地酸了酸 现在每次看到木木 心中的愧疚 便会排山倒海而来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木木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她是她的救命恩人 可却因为九皇叔 她甚至曾经怀疑过 木木来这里的动机 怀疑过 她是不是想要对九皇叔不利 她如此 怀疑一个为了自己 连命都不要的男人 木木也在看着她 却只是淡然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凤九儿不知道的是 九王也已经在呼唤她过去 现在整个阎武大楼大堂里的人 目光都落在了凤九儿的身上 玉京风有点不安 赶紧小声道 九儿小姐 王爷 王爷在唤你 凤九儿这才反应过来 立即走了过去 对湛青城清了清身 参见 她见眉清促 凤九儿心头略过一阵尴尬 知道她不高兴 但这么多人都盯着 自己能喊她九皇叔吗 她又不像湛落日一样 是皇家的孩子 这丫头看到皇叔 怕是被皇叔迷得乱了心智 连正常的仪态都忘了 湛落日一摆手 淡淡道 小丫头 过来与我一起坐 湛落日是七公主 是个姑娘 和凤九儿感情好 并没有什么 让凤九儿过去跟她坐在一起 除了有点不合理数 倒也没什么不妥的 凤九儿走了过去 和湛落日坐在一起 明知道九皇叔盯着自己看的目光 又开始冷得吓人 但在这种时候 只能装着看不见 剑九王爷没说什么 玉京风立即将大家的心思 拉回到眼前的局面上 你们 过来将上衣脱掉 凤九儿倒也没觉得有什么 看男子脱衣上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可却在行子舟脱衣上的那一刻 战青城长袖一挥 凤九儿立即觉得一股冷风迎面而来 长发被她的掌风扶起 身体也被她的掌风带动 竟然整个人软软趴在椅子上 背对着大家 凤九儿被这一掌弄得有点头昏眼花的 但这一掌的掌力被拿捏得特别好 半点没有伤到她 凤九儿正要起来 坐在身边的站落日忽然淡淡倒 这丫头莫非喜欢看男子脱衣上不成 话语中竟然还透着一丝细虐的气息 果然 这丫头比她想象的还要好玩 眼睁睁看着男子在她面前宽衣 竟然不躲不闪 也不见有半点脸红 凤九儿这才猛地反应过来 九皇叔这是不让她看的意思 可是 她是个医生啊 一个学医的 怎么能连男人的身体都不敢看 好歹人家还穿了长裤不是 上半身都不敢看的话 还当什么医生 这么紧张的气氛之下 下头竟然还传来行子舟压抑的笑声 凤九儿这才想起来 小脸微微红了红 倒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因为这些家伙的取笑 她瞪了坐在身边的湛落日一眼 一肚子不服气 七公主不也喜欢看吗 人家行子舟已经脱了上衣 湛落日还眼巴巴看着 一点要回避的意思都没有 难道 她是姑娘家 湛落日就不是 为什么湛落日能看 她不能 这个问题 你得要问九皇叔才行 湛落日今天 心情很不错 因为不仅仅发现这丫头好玩 就连今天的九皇叔也似乎特别好玩 至于到底哪里好玩 连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凤九儿哼了哼 明显不服气 但不让她看是九皇叔的意思 她现在还不敢忤逆这个明明帅气到爆炸 却又可怕到爆炸的男人 下头 行子舟的衣裳已经脱下 后背果然有好几处的伤口 她大方将自己的伤口呈现在战京城和所有人的面前 虽然刚才因为凤九儿的事情弄得气氛有点愉悦 轻快了起来 但现在毕竟是在提审刺客 所以这气氛很快还是变得十分严肃 甚至有点森寒 行子舟的衣裳脱了 接下来是扇衣刀 同样的 背后都有不少的伤口 新的 旧的 好几道 郁京风也不知道九王爷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看 可却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任何话 扇衣刀的伤口也展示完之后 接下来是另一个靴子 同样 背上都有伤 再接下来 已经没几个人了 郁京风命令他们一个个将衣裳脱下来 一一让王爷过目 只是王爷依旧是紧敏薄唇 一句话都不说 到最后 所有的人衣裳都重新穿好 他还是没有任何表示 这回 就连方正也有点焦急了 王爷 他们 湛青城忽然摆了摆手 郁京风立即道 王爷格外开恩 让你们回去休息 今晚 不用留在阎武大楼 下头的人一听 一个个脸上终于露出轻松的笑意 齐声道 谢王爷 于是这些人穿好衣裳之后 陆续离开阎武大楼的大堂 木木回头看着凤九儿 凤九儿冲他无声说了几句什么 木木迟迟疑了下 才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 那一头白发 那道冷硬的背影 还是让凤九儿眼底染上了几分心酸 战落日 却似乎对木木特别感兴趣 带他走后 他道 方正 方才那位白发男子便是龙四军的木木 正是 不知道他为什么提到木木 方正现在也是满心不安 刺杀的事情发生在龙武院 到现在还找不出刺客 他难辞其咎 战落日 又往大家离开的方向看了眼 眼底染着几许复杂的气息 竟像是有点期待 这木木 改日我一定要好好请教一番 那不是什么仰慕 凤九儿看得清楚 那分明是 属于武痴的眼神 没想到 这位七公主 看着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竟然对武功如此感兴趣 不过 他现在没有什么心思理会这些 看着大堂里还是不少人 他抬头看着战青城一眼 只是 人这么多 不管有什么话 现在也不方便说 带大家离开之后 玉京风上前一步问道 王爷 可有发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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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